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样 他摇了摇头 说了声 再见 他又摇了摇头 还说了你 再见 全聚中 我跟你们说说 我的 创作经过 这个小品 不是我写的 不是您写的 是灵感带给我的 说得也太神乎其神了吧 正所谓 下必如有神吗 有好几次 我中途我都笑场了 我做饭去 不急不急 先说说意见吧 说实话 当然说实话 我没看懂 主题确实是比较深刻 你不理解也很正常 爸爸 我能说一句吗 说 说说说说 我得接乐乐去了 大伙 大伟 刚十点半 接什么乐乐 来来来 坐坐坐 跟爸爸说一下 你的独厚感 独厚感 没有 长期压力下 导致的麻木不忍 你们这些终点人处境 堪忧啊 行了 爸爸 我再不接乐了 我更堪忧了 大伙我给您放这儿了 我先走了啊 买名 谁呀 我 对 我就不说了吧 我就是要听听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 尤其是对一些优秀的作品 更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说说 我跟您专业不对口 我说不到点上 知道自己的不足了吧 以后除了学好本专业外 还要加强艺术修养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加强艺术修养 爸 没人说那就我说吧 关键时刻还得看小伟的 我觉得吧 您的这个作品 一点都不好笑 一点没有幽默感 照您这么说 那就咱们全家人都没有幽默感 苏珊 就看你的了 你的小萍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有灰眼石珠的吗 知音哪 这就叫艺术无国界 你真觉得舅舅的小萍写得那么有意思 其实他写的嘛 你看懂了吗 有一些字我还是不认识 那你对他表示那么感兴趣 可是你们中国有一个字 什么字 面子 面子 你也知道面子 我也是经过学习知道的 我们给舅舅面子就行了 你呀 不用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舅舅知道你喜欢说话直来直去 你说的所有话他都会当真 他要是知道你骗了他 他会伤心的 谁骗他 你那盒骗他也差不多 我是鼓励他 鼓励 小孩才用鼓励呢 舅舅不用 他他他他有的时候也欠小孩 是 老小孩 我爸还以为我爸那幽默呀 只有苏珊能够理解他呢 没想到苏珊也是给他面子 我都跟他过了几十年了 他哪有幽默感啊 你们以后劝劝他 妈 我觉得这事 您劝他最合适 我我我 麦苗去 麦苗 你就 不好意思跟你们发伙 你去你去 舅妈 我觉得还是您去合适 我们这当小辈的哪敢乱说话的 你去吧 他不急 我 就看您的了 别 您去 别别别 你们俩去 我真不敢去 他跟这 你们这吵什么呢 没什么 都闲着没事啊 好正好欣赏一下我的心作 好 苏珊 就看你的了 苏珊 就 看 你的 了 苏珊 就看你的了 Susan We place our hope on you 在汉语口语中 看某人的了 这种说法 一般用来表示 对某人寄予希望 我手气不好 你们俩谁去抽奖 我上次抽奖 就抽到了一盒纸巾 那咱们就看苏珊的了 苏珊 你的运气一定不错 我试试吧 谢谢您的参与 嗨 还不如我呢 爸 妈 你们的成绩出来了吗 你妈是老年组第一名 我妈真棒 下边新年组比赛就看你们的了 放心吧 我们肯定能赢 写得实在太逗了 写了一辈子了 也应该出点成绩了 大计晚成 就是这个 成的有点太晚了 不玩 不玩 你可以算中恋人 明明知道已经不是中年人了 可是听着 我心里还是那么舒服 苏珊的 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踢出来 我改改 写得都 都很好 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嘛 这段写得很好 还有这段 这段 对 这段 哎呀 真逗 难道说 这长情交代也这么可乐吗 对 这段 还有这段 这段可可乐 这一段我是抄的歌词啊 苏珊 你是在骗我吧 我 这是大事 马虎不得 哎呀 我听说中国人很爱面子 我猜 我爸说了实话您会不高兴 舅舅 苏珊哪 舅舅也不是那种很爱面子的人哪 上回你也是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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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哪 你想给我留面子 可是 你让我丢了脸哪 那那好吧 以后我坚决不给你留面子 从今以后 我们之间 不存在面子问题 既然我爸那么说 你就不用给他留面子 哎呀 我担心他会不高兴 要我一个人说的话 他肯定不高兴 如果说大家一起七八舌的来说 那舅舅脸上就该挂不住了 这挂不住吧 他才能心里有所触动 就应该让他反省反省 为什么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呢 据说 他还是写过好的作品的 但是我一个也没看过 批评其实是帮助他 妹妹 我们一起去批评拒绝 一起批评 他的心脏不好 可生气不了 四伯 你是在骗我吧 我 这是大事 马虎不得 我听说中国人很爱面子 这是大事 马虎不得 这是大事 马虎不得 这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不在意义 在汉语中 得或不得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补语 一般常用否定形式 表示不应该或不能的意思 肯定形式 一般用在正反疑问句中 苏珊 你平时都是有事就说 这次卖苗受伤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我 舅妈 是我不让苏珊说的 怨不得她 对不起 苏珊 我错怪你了 没事 卖苗是怕你担心 所以不让我说 你说我得多长时间才能完全好啊 你这是肌肉拉伤 你这是肌肉拉伤 得多休息 不要做剧烈运动 可是我们下周有一个重要的比赛 我得尽快参加训练啊 你必须先马上养好 这事急不得 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呀 尽管说出来 对我不要讲什么情面 好不留情 好 这个次用得好 谈论我的作品就是要 好不留情 那我说了 优点就不要讲了 我主要想听听缺点 说实话 我没看懂 不会吧 这次我故意走的通词路线 难道说一不留神 又写深奥了 深奥啊 坦不上主要是 逻辑和混乱 怎么可能啊 我没理解里边的语言和勤俭 满篇都是通俗话 大白话 以你现在的汉语水平 阅读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障碍 那每一段落实看得懂 连起来了 我没看懂 难道我没有写明白 总之就算一段江湖 什么 你生气了 没有 你说说 有没有个别的语句 觉得非常可笑 没有 真的 真的没有 麦苗和小雄他们说也没有 你们统统没有用我干 还有 我发现了作别字 这怎么可能 你看看 究竟的竞里写成了竞赛的竞 笔物 这是笔物 那不应该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你没有别的了吧 还有 还有病句 什么叫 什么凶雷不齐 掩耳盗铃之舍 我这是用的 我这是用的包袱 也就是噱头 懂吗 我们都没了 难道 一点优点都没有吗 没有 不及格 舅舅 你生气了 我没气了 啊 来人啊 舅舅没气了 我很生气 甚至 春晚 对吧 那就得看电视台 电视台 叶子叶子 怎么样 这就死忘了 就不停 思啊 我会眼睛督呢 你有会眼睛督的吗 你这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